片一片的 对 昨天他有一个猪肉 对 哇真的好测语 真的每一个区域都不一样 狗门国家公园有这么多的景点 现在进来狗门国家公园 常常被忽略的一个很特殊的景点 叫做沙丘 为什么呢 我们进去探个究竟 Let's go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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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个尖的细缝可以走进去 我们先到里面看看 走吧 是整一片一片的红色的岩石 走进来看才看得清楚 来了 像沙堆一样 沙堆可以堆这么高吗 好特别 看看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入口 常常被游客忽略掉 我们走进去看看吧 它叫沙石岩石 就是地上全部都沙 为什么这块地上都沙 通话下来就死 天哪 哇真的不走进来看不知道 有够震撼的 整个峡谷里面巨大的岩石 有够震撼的 地上全部都是沙 像走在沙漠一样 这里面好大 走进来了 发现我在拍摄当下 沙丘的颜色会紫色跟橘色的不同变化 大概是自动调光吧 走进来后这里好像一个大梯 像现天一样 天哪真的是太雄伟又壮丽 多高啊 往里走 看见两片巨大的石墙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一大片沙漠岩石区 太美了 走过来 他还有一个拱门 好巨大 继续往前面走 前面一个人必须撤 撤着才可以走进去 天哪 太不可思议 还要进去吗 天哪 算了我还是不要进去啊 太惊险了 右边还有一条路 左右边 这里真的是惊人的拱门沙区 很多人在这边玩沙 听说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在这边玩 看一下上面有个好大的洞 雄伟的沙丘区走起来 相当辛苦不好走 我们回头路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很神奇 要撤着走 然后往上翻爬才可以上去 这个世界太神奇了 几亿万年 这个岩石下面 竟然像沙漠一样 都是沙子很软不好走 我刚走上去正房 还有人滑下来 天哪 这用滑板滑下来一定很过瘾的 小孩子在玩 太神奇的地方了 让我们惊叹脸脸 上次没有来过 留下来的沙石 我们走在上面 感受一下它的存在 小心爸爸 真是漫步在 沙石里面 今天结束了 拱门国家公园 特殊的景点 沙丘 下一集我们继续要去挖宝哦 敬请朋友继续观赏 非常感谢你 谢谢 谢谢